服总的男师在BNA的鉴定之后是沈丞辉 那么接下来还有四名的失踪者到底现在人在哪里 下午消防队员干脆就一起在这个西边闭上眼睛来祈福 家属求神问补求道的多半是胸签 还有人因为过度的思念梦见了失踪者来托梦了 碰峰大桥断桥四名失踪者 军人碰壁所有搜救队员紧闭双眼祈福 盼老天爷给奇蹟 50公尺宽的断桥还在大甲溪河床上湍起的水流声 让家属听得更慌 有了家属已经不报任何生还希望 拿着遗照招魂 事件发生迈入第七天 过度的思念不会因为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而削减 有的家属到庙里求签几乎都是胸签尾多 但对陈正和家属来说 在大甲镇南宫求道贵人签 眼前不知道还有没有任何希望 有贵人 不过贵人还在哪里都没有看到 现在就是希望说 听说要是可以到北海 现在收拾 我们现在快找到 这样就是有一个冷感 断桥三车六人 目前只找到两名名乱者 四个人下落不明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家属最后的希望 这位新闻朱雪明 韩志兴 江志南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至于这个